患季火氣大 是不是也是醫師在臨床上常常碰到的 對 今天這三個小情境 其實就是我臨床上實際遇到的案例 所以這是剛才我偷偷先Pass給他關的 是是這樣嗎 你要Pass給冠婷吧 那所以我今天就有準備幾張簡單的影片 要來跟大家借我這些案例來分享 我們上班族常見的三大身心不平衡狀況有哪些 然後如果遇到這些情況的話 我們該怎麼樣做一個體質的調整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後影片 來吧 好 那這三個就是我們剛剛的 是來自於我們中醫臨床上非常常用的補氣方 叫做生脈 那生脈也還有一個獨特的地方 他其實就是我們中國清代的乾隆皇帝 他的御用養生方 難怪我覺得最近冠婷越來越有帝王之下 因為以前是貴族或是皇室才能夠用的藥材嘛 那現在我們這個平民就很容易可以入口 每天做自己的身體的保養 是的 沒錯 讚讚讚喝對了 醫師請繼續 好 那這三個最主要的藥材 它的特性跟功效到底是什麼呢 首先最重要的藥材當然就是人參 它是我們的主角嘛 那人參它可以大補我們的元氣 那在本草綱目裡頭記載啊 人參它是治療一切的虛症喔 那人參它也在我們中藥裡頭 它被歸類為上體的藥材 它被稱為百藥之王 對啊 那因為它會大補我們的元氣嘛 所以我們古書上面就是記載說 如果你能夠經常長年的服用人參的話 其實它也會有一個嚴嚴益壽的效果喔 然後第二個藥材的話就是麥門冬 那麥門冬的話 它具有滋因清熱跟降火氣的效果 所以它很適合用來改善一切乾燥的症狀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五味子 五味子的話它為什麼要叫五味子 因為它有五種味道 就是酸苦 甘心鹹 五種味道 所以才叫五味子嘛 那它最重要功能的話就是有寧心安神 穩定我們的思緒 穩定我們的情緒 也可以幫助睡眠喔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面 好 那這麽好配方就是 我們的養生飲啊 它結合了三種藥材 那它到底有什麽獨特性呢 那最主要當然就是人參啦 它可以大補我們的元氣嘛 提升我們的體力 然後另外它搭配了一個獨特的附方 就是麥門冬跟五味子 所以呢它會全面的養氣 固氣 然後又不會上火 那像人參它可以入我們的氣啊 它可以促進我們的血液循環跟代謝 可是啊 如果你單純人參這一味要吃太多的話 那有些人可能會生命不太舒服 譬如說你可能會有上火啊 或漲氣的情況這樣子 可是呢在這個配方裡頭同時搭配了麥門冬 那麥門冬它可以滋因清熱又降火氣 它反而是可以來制約人參上火氣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再來就是搭配了五味子 五味子的話它具有寧心安心 跟穩定我們的思緒的功效嘛 那另外一個功用就是它有修煉的一個作用 它可以幫助我們增強我們的體力之外 它還可以就是鞏固我們人參口進來的氣喔 所以有加強的作用這樣 所以這三個藥材啊加在一起 它是補氣養氣又補氣 那是相輔相成的可以全面來守護我們的健康 是所以一瓶三校全方位補氣 欸這邊冠婷你身為這個最新的白蘭氏養生 你的這個順口回甘富方的這個代言人嘛 你應該自己也喝了好一段時間了 自己喝完之後感覺怎麼樣 口感啊跟大家形容一下好不好 口感非常的清爽 而且它不會像一般我們想到人生就熬苦 對對對 它其實喝起來非常的順口 而且它會回甘 會回甘 對它不會讓人好喝完嘴巴很苦 苦澀反而去喝個水 它不會就是大家嘴巴裡面很自然的 然後覺得很甘甜甘的 猴頭就是甘甜甘甜的 猴頭一爽這樣 對因為我們剛剛喝一口 現在喝完之後現在就覺得很回甘 口腔裡面的感覺 而且精氣神感覺各方面都很到位 對 而且因為它就是有三效這樣補方 我覺得非常方便 就是你一瓶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我覺得對現在追求效率啊 追求速度上的人來說是 一次就可以補中 對 一瓶第三 一瓶第三效對不對 所以醫生有什麼樣補中的嗎 有 那你就繼續看下去 是 那因為白蘭式養生影啊 它就是含人參 麥東 五味子 它其實喝起來有淡淡人參的味道 然後又加上它有微酸甜的口感 其實它非常的好喝跟順口 那對於現在忙碌的現代人 其實大家應該都沒有空自己煮真茶 對 那不妨的話我也建議大家就是 一天一瓶白蘭式養生影 來做一個就是養生保健的一個補充 這是一個很方便又很審時的一個選擇 是 那接下來就介紹一下 那很多人就有問題啊 就疑問就說 那養生影裡頭含人參 那我喝多了會不會真的有一些上過的可能 那其實我在這裡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我們中間來說啊 我們補氣得森我們分成兩種 一種的話就是溫補的補氣森 另外一種就是涼補的補氣森 那溫補的補氣森我們又稱為人參 那涼補的補氣森的話 我們就是一般我們所知就是西洋參嘛 也就是花旗參 那涼補的補氣森它可以補我們氣 然後又不會上過 然後也有滋陰清熱的效果這樣 那我覺得白蘭式養生影它最貼心的地方 它就是呢 萃取了人參 然後又加持養生 所以它補氣的方式是溫涼上 溫涼雙補 不會讓你有就是補氣又很躁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配方 好那前面講了這麼多養生影 有這麼多的好處 那到底有哪些族群最適合來飲用養生影呢 首先啊第一個除群就是呢 你體力差長期精神不濟的人 如果你今天很累啊 很想改善你的疲勞症狀的話 其實你非常適合喝養生影 因為養生影裡頭還有人參跟西洋參嘛 那人參就是可以大補我們的元氣啊 恢復我們的體力 所以非常適合 這類型就很適合喝養生影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呢 你容易口乾舌燥 口氣不佳有上過體質的人 因為我們的養生影裡頭有麥門東 那麥門東他可以滋因清熱降火氣 他可以改善一切乾燥的症狀 所以也非常適合來 有這種體質的話 你也很適合喝養生影來做一個體質的改善 然後第三種人就是呢 你情緒緊繃 有壓力壓力很大 然後你心情也不太穩定 那本來是養生影的話 裡頭還有五味子 對五味子的話 他就是寧心安神嘛 然後可以幫助穩定我們的情緒 還有可以幫助睡眠 所以呢你有情緒方面的障礙的話 你也可以來喝養生影裡頭的五味子 來幫助你的這個體質來做調整 對 然後呢 這些就是我今天簡單的介紹這樣子 對那剛剛有聽覺得說 那剛好冠婷的這些症狀 就是符合我們現在 就是上班族的三大痛點 那其實我覺得你更是要天天喝白蘭市養生影裡頭 沒錯 被醫師提醒了 對啊 所以一瓶三孝溫涼雙補 真的很讚耶 所以你們要不要建議大家 把這個白蘭市養生影 生活是家裡面的常備飲品 對啊 這就是現在非常的需要 因為生活在這個壓力比較大的社會 社會上 大家可能休息的時間都不夠了 會導致很多身體的狀況 心裡生裡都有狀況 對 那我覺得如果有這一瓶的話 你每天這樣子 就是剛好可以補足 精氣都按定一次 補足的部分 這樣子靠著長時間跟著一起 對 就是會慢慢的看到效果 真的耶 日期有功 每天補一瓶呢 就會這個在自己的身上看到 都很明顯 對 而且是一個很卓越的改變 今天呢這個 謝謝我們的田一鳴中醫師 感謝劉慧琴 那我們呢 請大家起身一下下 我們做一下這個場地的轉移 這邊呢 先謝謝醫師跟這個冠婷的分享 我們請兩位 預備 白蘭氏養身影 順口回甘 麻煩看一下我們正前方的攝影朋友 耶 右手邊思維看一下下 最右邊先看一下下 好 視線呢跟笑容慢慢回到我們的正前方 正前方這邊看一下下 好 最後呢是我們的左手方這邊 謝謝 感謝大家 然後呢再看一下是後方的 cable 電子媒體從左邊先 視線掃射一下 左邊 好 測試一下嗎 好 你要不要幫我 幫我 幫我講一下話 嗯 妳也幫忙拿一下 太多了 白蘭氏 白蘭氏 有嗎 發出聲音都OK嗎 收音都可以嗎 OK 謝謝 謝謝 所以這個就是能聊聊說 為什麼推出這麼好的一個飲品 很適合什麼樣的人 那當然啊 因為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樣 養身影這個品類呢 其實一直是台灣的消費者 非常喜歡的品類 那我們的確呢也發現到說 消費者啊 對於這個口味 他常常對 一想到人生可能就會有一些濃色啊 或者是他會不會很容易上火的疑慮 那所以白蘭氏才特地推出了這個順口回甘富方 那他的呢 口感非常的清爽順口 那尾韻甘甜 那再加上他的獨特富方 有人生補氣 然後 無味子安定思緒跟賣門都又可以降火氣 所以就是現在的職場上班族最好的選擇 嗯 那大概是什麼樣的人是可以使用 就是說小孩或長輩啊 嗯 一般話我們會建議說 就是如果身體有特殊狀況的話呢 你還是要請教一下你的 長期有在看的醫師 那他會給一些專業的建議 那 一般來說嘛 還是會推薦呢 大概25歲以上的上班族 齁 在職場上 因為大家都是長時間在工作嘛 那是最適合飲用這個白蘭氏羊身影的飲品 嗯 那就是喝了之後大概會有怎樣對身體的方式 呃 喝了以後啊 那其實當然最主要齁 就是人生其實就是補氣嘛 那氣質要好 你的精神就好 你的思緒就好 那你的腦筋就會很清楚 所以就是其實長期飲用呢 其實會有一個就是補氣啊 顧氣啊 跟就是非常有精神的效果 好 那經理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目前這種台灣的這種 保健飲品的市場 市值大概有多少 然後森類又帶了多少的比例 OK 那因為其實根據調研公司的數據顯示嘛 那現在這個保健飲品的市值大概有800億的市場 那森類這個飲品啊 就是大概佔了超過25%以上的市場 所以就是其實是真的是一個蠻大的市場上機的 嗯 所以一直在台灣這樣就是氣候多變的一個環境 它是出國喝這個飲品嗎 嗯 是啊是啊 因為其實就像剛剛中醫師也有提到 冠婷也有提到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一瓶三瓢的副方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溫良雙補 那它除了人身補氣之外呢 就是其他它其他五味子跟麥門東提供的效果呢 也是非常適合可以長期飲用的飲品 謝謝 謝謝 好的舞台上面謝謝 感謝